大家好,我是豆妈 三家豆粉说,彩色面食加热以后就会变色 今天我把各种彩色面食固色的方法整理出来了 我们常用的有南瓜、菠菜、紫薯、甜根菜 这些蔬菜上色比较鲜艳好看 把南瓜、紫薯、甜根菜切薄片 上锅蒸熟 筷子能扎穿即可盛出 分别打成泥 紫薯和甜根菜需要加少许水 南瓜的含水量高,打泥时不需要加水 菠菜只选用叶 沸水中加盐,放菠菜叶 烫软后捞出过凉 加少许水打成菠菜泥 菠菜泥需要放小苏打故事 南瓜不用故事,紫薯也不用故事 如果你想让紫薯的颜色更加的鲜亮 可以加少许白醋 紫薯泥千万不能加食用碱或者小苏打 不然蒸出来的紫薯满都是蓝灰色的 甜根菜需要放白醋固色 因为花青树,玉酸会变红 玉碱会变成蓝色 蒸熟后打成泥和面 要比生榨的果蔬汁和面颜色更加的稳定 咱们用甜根菜来做个对比 一份用蒸熟的泥和面 一份用生榨的汁和面 明显用泥和面颜色更加的鲜亮 蒸出来以后对比会更加的明显 还有不明白的可在留言区交流 干货满满,视频整理不易 建议收藏,顺便给个小爱心 谢谢